12月8號星期五在台北大巨蛋進行第30屆牙錦賽 超級循環賽菲律賓跟韓國隊的對抗 那晚間6點半還有台日大戰持續在這個場地來進行 那現在在這場菲律賓跟韓國之戰比賽來到四局上 菲律賓要從第二輪的第一棒還有Soprano開始打起 張智秀韓國隊先發投手前三局用球數很精簡的22球 抓第一球左半邊的平飛球落地形成的安打 這球沿著邊線一路滾到了左外野標竿附近 Soprano現在來到了二壘這是個stand up lead off double 積極出棒的策略即便來到第二輪還是持續的堅持 前面其實就講到我覺得韓國隊外野站位真的太淺了 那這個強勁的平飛球自然就越過了外野的手臂範圍 一路是滾到了左外野標竿附近的位置 這個訴求投的稍微高了一些 菲律賓的打者本來就有不錯的推打能力 現在其實比賽也才兩分差而已喔菲律賓現在 在第四局上半吹響了反攻浩角 要求壞球 還是做了觸擊 點到右半邊 點越過了投手 聰明啊 哇這是一個成功的突襲短打 力安打上壘的是Bosito 在第一球之後其實韓國隊的一壘手羅承葉就稍微退回去了 那在一好一壞之後他發現羅承葉的站位就是有點回到一樣的位置 他用一個勾的方式目標就是要勾過投手 加上本身有速度 非常聰明 所以前面看起來好像沒有要點了 讓對方的防守稍微鬆懈一些 馬上再做一個突襲的短打 點的力道跟位置也恰到好處 一好一壞 這一球拉到左半邊穿出去形成了安打 Bernardo試試了安打送回三壘上的Soprano 菲律賓隊現在開張了 目前2比1 1分落後 一壘的拋著做了假跑 那Bernardo鎖定的是變化球去做出棒 所以剛才講到菲律賓的這些打的真的有 擊中單一球種如果有鎖定的話的能力 這個時候韓國隊的教練喊了暫停上來 Bernardo的事實一擊自己也非常的振奮 打穿了三壘防區 你看他這出棒節奏就是在抓滑球 是 正好一個比較靠近本壘板中間的滑球被他掃中 打得很強勁的滾地球穿越新車安打 去跟球的打者 我這時候做了觸擊點到了右半邊 能屈能伸啊 真的 做了一個戰術配合的犧牲觸擊 推進壘包上的跑者到二三壘 他自己也非常的開心 幫團隊有所貢獻 猜不透你了 真的 叫第四棒啊 強力的打著 做短打 還點得很好 確實 這個時候再喊暫停了 有壓力了 對 這個時候看起來韓國隊 要做投手的更換 先發投手張志秀 今天投三點一局 這個時候要退場了 到第二輪之後 一二三棒菲律賓打者都敲出安打 然後剛才Maneye 再做了一個非常成功的犧牲觸擊 這個犧牲觸擊真的出其不易 你看一開始的內野佈陣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深 下來之後很開心還蠻可愛的 中了同一發票 對 外手都站滿淺的 這時候打成了左半邊的彈跳球 游擊手攔截住之後 傳三壘喔 再來二三壘這邊形成一個夾殺 那有觸殺到喔 不過三壘上這一分有回來 菲律賓都會追平了 在四局上半 二比二 雙方平手 游擊手反應算蠻快 因為打在三油深處 覺得要傳一壘可能比較困難 發現二壘跑者就在他面前了 決定來抓這個比較近的位置 至少抓到一個出局數了 Bernardo遭到了刺殺 要有一個偏低角度 應該是變化球 變化球 變化球來了 打者揮棒落空 遭到了三陣喔 捕手雖然第一時間 沒有確實接捕 傳往一壘還是能完成這個三陣 這個半局結束 不過菲律賓靠著三陣 還有過去的一些戰術執行 最後是攻下兩門 這時候二比二 particulars 拜托拜托 記得要訂閱公視體育的YPO 還要按讚分享 開尋小鈴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